大家好,我是小明 在我身后的话就是布鲁克林大桥 我们现在就离寒冷街大概只要10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前往寒冷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布鲁克林大桥就是说也是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 你可以从纽约市镇厅那边 然后走步行到布鲁克林桥上 也可以从对岸那边 布鲁克林那边步行到布鲁克林桥上 但是我建议你是从布鲁克林那个方向 走到曼哈顿这个方向 这样子的风景会更好 曼哈顿大桥就是它身后的大桥 我建议是你不要去 或者如果你很多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去曼哈顿大桥 我是去了两次的 曼哈顿大桥的话 它就是给你感觉 就是不对嘛 就是没有那种活力吧 或者你也可以说它风水不好 布鲁克林大桥 布鲁克林大桥 你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尤其你是从布鲁克林方向 出发到曼哈顿那个方向 门又多又有风景可以看 给你感觉就会不一样 他这边搞建筑就是搞来搞去搞了好几年都搞不完 我就搞不懂他这个就围起来又要从这边再闹路再走过去 搞了好几年都搞不好 要批评一下这个市政府或者是交通局的 我旁边的话就是那个道路的吧 车就是在我旁边开过去 起码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你走到这边来安全一点 他那边要关了一个英里的路 好现在大概就要快要两个公里了吧 这一边的话一些这些建筑有一些都是 低收入的就是我们说就是叫做政府楼吗 给低收入的人住的我正对面的那个是豪华公寓吗 但是也有政府楼吗 纽约的他就是讲人权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 所以说有一些他会帮助一些落小的人吗 但是有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不付房租 这个是搬过头的 很多人反动去抗议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但是纽约市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城市 在美国他是排名第一人口是排名第一超过了800万人口 当然你跟一些亚洲的国家没办法比 但是他在美国是相当猛 相当的牛的 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很快就到唐人街了 但是我们今天去不是去那个游客多的 我们去本地的游客多的那边就是小意大利或者Canal Street 尖尼路那边 我们今天就是去这边East Broadway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政府的楼吗 我记得当时我拍这个福州人在纽约就是在这一边拍嘛 就是在这附近拍 其实我也不是专业搞这方面的 但是可能就是个人的爱好 到现在拍了200多集 就是有空现在继续拍的 拍这个当然不赚钱嘛 你去上班赚钱你是有保障的 就是搞这个只能当做一个爱好去搞 有一次我就是在那个上班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嘛 我就想就是拍点视频 后来我就真的去拍的 如果现在放弃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嘛 这边的话不用我多说都是本地的 然后这边也不是在那个正大道就是缅街嘛 在美国就是说它我们是在纽约市嘛 纽约市很多个街道都是缅街 但是在一些乡下的地方它叫Main Street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主要的街道正大道正街嘛 所以说这边的话它不是那种缅街 它只是算一个角落的街道 它这边也有这个亚马逊 你可以买东西然后寄到这里来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pick up 呃住在公寓就是你购物的时候 就是你住在公寓它送货的 有的时候送上来不方便 你住在House就是送货的时候 买东西就方便很多 这个叫福建 今天的话还是非常的热 80度 这边的话基本都是那个本地的 有的人啊就是我觉得就是 评论也是阴阳怪气的 他又说你什么福建人福州人 偷渡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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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就问你 呃现在的所谓的美国人 他是本地的吗 当时原住民是不是那个印第亚人吗 他美国现在的美国人当初也是从欧洲过来的 但他算不算偷渡过来的 他如果不算那我们也不算 他如果算那我们也算是不是 这有什么好说 你福建人或者福州人偷渡南美国 有什么好说的这个 而且你真的如果要分的这么清楚 在美国或者在英国法国俄罗斯 反正当初八国联军 你在中国产了那么多文物 现在大家都会博物馆里面那些中国的文物要不要归还 你如果要分的这么清楚 我觉得你真的说要做那个美国人吧 你是真美国人你就努力的上班多付点税 有多余的钱去帮助你周 周际你周边的那个人朋友或者什么亲戚 这才是真正的你是美国人 搞那些阴阳怪气的那种评论 有什么意思 又说你福州人对美国没有什么贡献 丢你中国人的脸 我操 你美中福州人在美国你开了那么多餐馆 你把价格压低一点 这就是贡献 你开的超市 你把价格压低一点 这就是贡献的 那什么还是贡献呢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的有的没的 说多了也没用 说白的就是不喜欢他们就是可能爱国吧 是不是 对面就是开了一块开业一家越南餐馆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在市场街这边 这个广告写的很大和粉豆腐 这边的话又是新开发的这种豪华的公寓 这里还有一个FREE MARKET 就是二手市场 这个应该是个教会吧 这边的话就是没有那个 East Broadway 那边那么热闹 跟别堂跟那个小意大利 跟那个Canel Street那边做对比 那边的话给你感觉会不一样 这个是Local 当时来到美国那些人 也都是住在这些 这种比较 空间比较小的这种公寓 这个车轮胎被上锁了 这个应该要好几百块 这个应该要好几百块钱 可能他有的地方他不能停的 或者他没有交 那个罚单没有交 越积越多被他逮到了 就给他锁上了 前面这个特斯拉Model XS 这个门就是非常的帅 鱼翼门 它这个门就跟那个翅膀一样 我们现在去East Broadway上面转一转 这里有一家教会 好久了这一家 前面就是东白老会的 卖很多一些我们华人吃的那些特长嘛 这上也很多卖水果 卖海鲜的 还有白老师 你还可以带来 这些东西 的东西 或者是 好久了 这个就是 在这种东西 它是一家 最后一家 的东西 就是 这边卖的水果的种类其实还是挺多的 这个都是广告 这边卖鸡的鸡的鸡的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这个唐人街八大道 就是星期四星期五去 就是停车的时候比较好停嘛 周末的话也不是那么好停 因为周末很多人都过来转一转嘛 购物一下 今天的天气的话 只要那个穿一个T恤跟那个短裤就行了 今天非常的乐 这边就卖一些餐馆的那个繁华的鞋子 购物的话就是你在East Broadway上面 就是还是很方便 我们现在去那个临泽区到下那边看一下 这一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分界线 你走到这里过了这个这条大大包里街嘛 那一边的话观光客就更多了 世界禁毒仙区临泽区 然后孔子像就是在前面嘛 转一线的那个方向那边的公园里面 当然对比曼哈顿的台能街跟布鲁克林的台能街 当然对比曼哈顿的台能街 它还是有差别嘛 布鲁克林那边它花样会更多 这边的话好像就 就没有什么就是都是old school 这边更像old school 当然我们这一边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要跟中国国内去对比 那当然没办法比嘛 国内那种的话花样更多嘛 吃的也好还的也好 或者去旅行也是各式各样的城市 你都可以去 美国这边的话就是还是一句话 就是好商好水好无聊 更适合就是说奋斗打拼 你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嘛 努力埋头苦干 就是说两餐温饱那是不愁嘛 三餐温饱是不愁的 这个叫国泰银行 八大道那边也有一家 纽约的天气其实就是这样子 忽冷忽热的 其实这个时候的现在还不到六月份嘛 其实没有这么热的天气 这个天气的话大概是六月底的天气 有的时候冷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有非常的冷 这些都是一些福州福州的那个小吃嘛 这个福州小吃的话 在八大道那边也有看到 有的时候你就是搞年假的 搞年假的话就是大家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消费 贵的话就是说偶尔去消费 我们现在前往那个介绍所那边方向那边 这边反正现在摆地摊的非常的多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介绍所就在对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拜拜 拜拜